毛主席为何会看中江青 宋庆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 晚年时期的毛主席 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 想和江青离婚 还和他分居生活 既然如此后悔 毛主席当初为何会看中江青呢 宋庆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 1938年7月 为了庆祝建党纪念日 延安组织了戏剧节 在演出时 江青主动挑选了一个暗唱角色 彩排那天 康生来看排列 对江青的表演大家赞赏 还提出这么好的戏剧 一定要让毛主席来观赏 七日下午 毛主席和康生道具组后台接见主演 江青作为女主角 也在接见名单中 这出戏成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力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青是一名演员 他经常在延安队伍中展示风采 绰约的风资和娇好的容貌都深深吸引了毛主席 革命志向和浪漫爱情并不相对 毛主席觉得两者结合会相得益彰 8月 江青被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 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江青不仅有财情 还有远大的抱负 更有生活的追求 她的出现正好治愈了毛主席内心上的伤痛 当时毛主席提交结婚申请 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希望毛主席能三思 棒打鸳鸯不散 党内同志的反对 激起了毛主席反抗的心 最终他冲天一怒为红颜 毛主席甚至还说 若是你们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就回老家去种地 革命不要也罢 鉴于他态度坚决 组织最终同意他们的结合 毛主席高兴地在合作社食堂大白酒席 宴请亲朋好友 与他们分享这份喜悦 结婚后的江青 确实撑得上嫌弃 毛主席工作累了 停下笔休息 他就在一旁点上香烟 再打开留声机 给毛主席解压 晚上吃完饭后 会陪着毛主席在延安散步 一边散步 一边说一些开心的事 逗得毛主席开怀大笑 主动给毛主席缝补衣服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除了照顾毛主席的日常生活外 他还主动帮助警卫员识字学习 警卫员都很喜欢他 1940年 江青为毛主席生育了一个女孩 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唯一一个孩子 取名为李呢 这个孩子的到来 给毛主席带来了很多欢乐 毕竟他的孩子 能长大成人的不多 陪伴在身旁的更不多 原本毛主席以为 两个人能白头偕老 走到生命的尽头 开国大典前 毛主席特邀宋庆龄出席 他在北京这段时期 一直是江青负责接待 宋庆龄对他印象不错 他对大家说 江青同志有礼貌 是个惹人喜欢的同志 就连宋庆龄都给予江青如此高的评价 难怪毛主席宁愿放弃革命 也要和他结婚 可是谁能想到 新中国成立后 江青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的狼子野心完全暴露 不仅成天嫌弃毛主席 是个泥腿子 还处处干预中央的决策 成立四人小组 扰乱国家的发展 1976年 四人帮被粉碎 1981年 江青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经历过尽